五指化缴费跟环保 新竹县是智慧城市 便利民众来停车 去年在竹北县镇八阶 设置有26格的智慧停车柱 一年来周转率提高了有三成 而现在要扩大范围 县镇七阶也设置了智慧车格 手机扫描就能缴费 拿出手机扫描QR Code 就能完成停车缴费 新竹县智慧停车范围在扩大 8月16号起竹北县镇七阶 增加26只智慧停车柱 因为县镇特区里面的停车位 其实是不够的 那里面也有我们的员工的月租 也有一些公务停车证的需求 这部分要提醒 只要是员工的停车跟公务停车证 是不能停在智慧停车柱的部分 它是没有免责 是一样照样收费 主要是要把这些车格留下来 让真正到我们县政府来 恰功的民众可以有车位可以停 透过AI计时与影像辨识 精准管理停车使用状况 免去人力耗时巡视开单 全县第一个市办智慧柱 去年在县镇八阶设置26格 一年以来周转率提升三成 县镇七阶也将加入 预计年底前 竹北五千多个路边停车柱 将有五百个建置智慧停车柱 竹东也有105个车格 等系统验证供电后就会启用 觉得蛮方便的 因为它可以减少 就是不要用一些纸张 然后有环保的功能 然后再的话就是一个手机就可以去 扫那个条码 然后也可以减少 你还要再花时间去超商再缴费 所以我觉得是蛮方便 对民众日常生活来说 增加很多便利性 才五指化收费更环保 行动支付有12家公选择 也可透过超商银行电信代扣缴纳 要持续增加多元缴费管道 让停车更便利